大球时代纯靠推挡的纸板呢 越来越少了 大部分都会连几板横打 但是我们横打和推挡 怎么结合运用才是最有利的 可能好多球友对这个比较模糊 首先是横打在旋转上呢 确实是要比推挡好一些 更全面 但也不代表推挡没有优势 横打旋转好呢 但是对方也好接力 推挡有它的特性 可以说是短平快 动作出手很快 无限的比较平 很多跟推挡打的少的呢 反而不适应推挡的节奏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推挡打出优势 对方劈长到我的反手位 我横打到对方的反手位 这板球呢 我们可以选择尽量的拉长 因为我们的横打 没法在力量上给对方 施加太大压力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尽量把球的拉长一些 让对方和球的这个提前量缩小 使我们下一板能够主动的去迎前发力 还有一种呢 是对方发我反手极长上学球 我可以先用推挡打出节奏的优势 给对方下一板衔接制造难度 减少它借力发力 打我们的可能性 因为推挡的弧线比较平 它就需要多造一些弧线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可以直接进攻 或者是直接变线 第一板起下线一定要保证 弧线比较长 如果我们不能把弧线拉长 那就尽量在速度或者力量上有所突破 推挡和横打两个动作之间呢 它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在比赛中我们要做到无缝的转换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较高的细节把控 因为手上的这个动作稍有不到位 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效果 这个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 我们在接长下旋的时候呢 有可能刚拉起来 对方就直接变我们正手 压根没有往我们反手去防第二板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出现在 我们拉下旋这个战术呢 成功了几次 对方才会直接变我们的正手 要不然他放着 对吧 我们这个反手比较弱势的情况下 他不打 直接往我们正手去变的话 风险是挺高的